你干嘛 我饿死也不吃你的东西 我饿死前还是吃一点 吃饱了再上路也好 你冷笑什么 你不就是嫌弃我堂堂九公主 吃相难看吗 我吃相难看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跟你说 你现在把我卤过来倒了大霉了 我阿爹要是知道了 一定放马给你踏身肉泥 还有我父皇 当今天子你知道吧 天子一怒浮尸千里血流成河 还有太子 知道太子是什么人吗 以后要当天子的人 我告诉你他脾气可坏了 他最讨厌别人动他的人 尤其是女人 你哪怕动我一根头发 他不跟你大蟹八块那都是好的 你真是倒了 你真是倒 你要杀就杀 我告诉你一定会有人给我报仇的 阿渡 阿渡一定会把你脑袋砍下来 用你的头骨给我阿爹做酒碗 我还有个旧相好 我还有个旧相好 绝世高手 他的武功可厉害了 他的剑法比你好出手比你快 搜的一下你命就没了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我还有一个愿望 你能不能满足我 你不能满足 我就知道 刺客兄弟你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我也没什么可留恋的 可就是放心不下我的夫君李承言 我这要是死了 他一定会再去好多好多的老婆 很快就会把我给忘记了 可是我那么喜欢他 怎么舍得让他把我忘了呢 我有一个贴身之物 帮我转交给他好吧 我跟你说 这个东西你交给他 就说是我临死之前让你交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你既然是刺客 就一定知道我的重要 我不光是当朝太子妃 也是西州九公主 你拿我当人质 保证可以全身而退 小枫 小枫 放箭 你今天死定了 其实我刚才说的那些 都是骗你的 我根本没有那么重要 放箭 你怎么这么确定 我会舍得让你死呢 阿渡 不能见 我会找到他 我会找到他 我和你一样在乎他 等等 你知不知道 小枫和顾剑之间 有什么关系 刺客的案子查得怎么样了 没有进展 那就是你没好好查 父亲 我天天去太子那边打探消息 他们那儿也是一无所获 没有一点线索 你想太子又不可能瞒我 他为什么不可能瞒你 他 他为什么要瞒我 因为我们心高 如果你连这一点都考虑不到 那你太简单了 儿子 我得提醒你 做事要稳妥些 要多动了脑子 别老指望我 我不可能永远在你们身边 是 孩儿明白 您这是为了我好 依你看 太子那边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太子 还是年轻了点 虽然他有心为皇上分忧 但是毕竟涉事太险 而且这个太子妃没了 他应该高兴才是啊 这样他就可以和赵瑟瑟 双宿双妃了 太子妃 太子肯定是要报的 这其中牵扯到西州 他们本不该因为私情 胡闹到这个地步 太子现在应该是焦头烂额了 这也难怪他没有头绪 连我都奇怪 居然有人呛在咱们前面 刺杀了明月 还抓走了太子妃 甚是蹊跷 父亲 您要不要 去给太子提点一下 那也太不给他面子了吧 他毕竟是太子 让他去查吧 等他查不明白 自然会来找我 这是皇上 这次把彻查刺客的事情指派给太子 可见对太子的信任 孩儿担心父亲苦心经营这么多年 怕是白费了 这太子的翅膀 一旦要是硬了 翅膀 对于龙中鸟 有何用啊 明月醒了吗 还没有 给你妹妹带信 让他盯进皇上和明月 一有风吹扫动 立刻传心回府里 是 你回来了 这么晚了 还没睡啊 小枫有消息了吗 承鄞哥哥他怪你了吗 没有 你怪自己了 好 小枫一定会回来的 承鄞哥哥一定会把他找回来的 洛西 我 我做了银耳羹 现在还热着呢 我去承给你 你别忙了 你也累了 早点休息吧 请月神保佑我们太子妃 逢兄化吉 能够早日回来 虽然太子妃 平日里不知天高地厚 不讲礼数 贪吃贪睡 不愿念书 又爱逃出宫外去玩耍 到处闯祸 可他生性善良 真心待人 从没有害人之心 他小小年纪离家千里 本是一匹小野马鞠子 却被生生地困在这宫里 此番 他又被生生地卷进这危险之中 月神慈悲 请一定要保佑他平安回来 来 良帝请留步 世恩 为什么不让我们家良帝进殿 回良帝 殿下吩咐了 说他已经休息 谁都不见 我也不行吗 殿下说了 谁都不见 世恩 你是不是眼花了 你也不看看 站在你面前的是谁 绣儿 可我刚刚 明明看到阿渡从里面出来 阿渡 不可能 他没进去 我拦着呢 世恩 立正殿 我向来都是畅行无阻的 你可知今日拦了我 会有什么后果吗 下渡下 回禀良帝 时恩 都是按照殿下的吩咐行事 我就把石兰放进去 然后就出来 也不行吗 殿下已经睡了 有太子妃的消息吗 回禀两弟 殿下吩咐了 关于太子妃的一切都是机密 两弟还是不要问了 我们走 你有没有想起什么 如果我真是此刻 你的最后一个愿望 真的是关于李承鄞的吗 表哥 你与九公主是旧相识吗 西州便认识 你对她倒是很关心 我们西州的男儿 一个个都比你强 你以为我西汉嫁给你 你以为我稀罕这个太子妃啊 我喜欢的人 比你强一千百一万百 你连她一根头发丝都不如 你现在放了她 我让你暗暗离开 连出必行 犹如此剑 川普 clouds 不要 通过 母妃 都不如 这里 年花 Beyond 主帖 父亲 Sta 柳 家 憲 这是什么 姜汤 是你 你是刺客 你是刺客 我不会伤害你的 那你为什么要给我扔到河里呀 你要淹死我呀 你有没有想起什么 我想起什么呀 你为什么要伤明月姐姐 为什么要挟持皇上 为什么要把我带到这里来 你接近我就是为了要刺杀皇上 这一切都是一个大阴谋是不是 你骗我 顾见你利用我 亏我还把你当朋友 只是瞎了眼 晓风 放开 我没有利用你 没有 你发誓你没有 是 我是利用过你 顾见我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晓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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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我没想过这件事情 会把你卷进来 我从来就没想过要伤害你 你相信我 我相信你 你要我怎么相信你 这件事心太复杂了 我没有办法 一一解释给你听 从事之中 我都是想护你周全 好 护我周全 那你现在让我走 送我回家 回家 回东宫 晓风 不要回去 离开那里 离开那个人 我不 你要相信我是为了你好 不要像我一样 绝留这场事分中来 什么是非 什么为我好 你在说什么 我根本听不懂 你为什么 你可相信一个 伤害你的人 都不愿意相信我呢 你说谁伤害我 你说李承嫣 你说呀 你说呀 你不说就是在骗我 你不说就是在骗我 估剑来过了吗 没有 咱到底要干什么 你不说的 已经十二个尸臣过去了 殿下 你怎么平凡地到我这里来 恐怕不合适 这个时候 还是谨慎为妙 谨慎 你要我怎么谨慎 他把晓风带走了 又不跟你我联系 他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你告诉我 他跟晓风到底是什么关系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瞒着我 我曾经试骗过你 我也已经付出了代价了 可是我现在没有骗你 我以后也不会骗你 李承嫣不值得你为他付出性命 他不值得你为他充当人质 如果我昨晚是真的刺客呢 他就认你 被我这个刺客给带走吗 你不是真的刺客 这件事情跟李承嫣有什么关系 你说呀 我没法解释给你听 总之 李承嫣没你想得这么简单 他是太子 是未来的皇帝 他来自一个尔虞我诈 冰冷的皇宫 他是未来的天子 为了皇位 为了江山 任何人他都可以利用 是 殿下 您太紧张了 在这件事情上 您多虑了 不管怎么样 顾剑已经不值得我们显然了 你是说他利用我 是我要被你挟持 是我要到你的剑下 他怎么知道我要干什么 为什么你就不相信我呢 在你的眼里我就是个刺客 就是个陌生人 我就是个恶人 你难道已经把我忘得干干净净的了吗 你还记得这个吗 我当然记得 不 不是上京的时候 是在西州 在西州的时候 你时时刻刻都带着他 只要你遇到了危险 你就向天空发出鸣笛 我就会出现 我会来保护你 师父 你记得吗 你如果想起来 你也想起来了 不是 你不想起来 我不是想起来 我 我不知道 我不记得你是谁 你 你不记得我是谁 我不知道你是谁 你放开我 你怎么会不知道我是谁呢 我是谁你不记得了吗 我不知道你是谁 你好好想一想 你想一想我是谁 你放开我 想一想啊 沈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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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把你吵醒了 参见皇上 按摊仪吩咐的五谷粥熬好了 哦 来 放下 是 来 来 怎么了 山口疼了 明月只是心下感动 人说月难圆 世间美事总难全 皇上 你会不会也怕这一切 其实并非真实 朕是天子 朕的一言一行 都有天下万民他们为证 怎么会不识 你看 朕现在 不是实实在在 在你身边吗 你救了朕 也是朕 最心爱的人 朕不光要你进宫养上 朕还要 明媚争取 奉你为妃 天大的事有朕在 不要吧 苏二 你再仔细想想 当时在名誉坊 老宝跟你说的话 回大人 小人记得清清楚楚 那老宝收了钱 把东西给了小人 小人还问他可知明月底细 老宝说 买来时不过四五岁 按规矩从里到外洗干净 换了衣服 随身的衣服也一并收了 其他的一概不值 那包东西啊 这些年确实没人动过 大人 老宝说 他们这些东西 通常都是等姑娘红了后 若有人输身 再原来换个好价钱 平日里 都在库房里放着 谁也没去看过 先回吧 是 哪儿 明月 你别说 被明月坊买下的时候 只有五六岁 应该是不懂事 而且 那首血诗 被人刻意放在内衣里面 不予察觉 像那老宝 定是买下人之后 就把东西给抢毒了 不识字 有些没什么值钱的玩意儿 就放到一边不管了 要这么说 明月应该不知道自己的身世 而且她跟皇上暗通款区这么久 如果有图谋 该也等不到今日 父亲 这么说 我们安全了 皇上时时刻刻守在她身边 你我又能怎样 不过一个轻柔女子 皇上能弥炼几日 等腻了 被甩了 到那个时候 此人万万不可留 明白 还有这个孙儿 要不留痕迹的除掉 免留后患 是 带信给你妹妹 让她这几日 也不让她的孙儿 一定要忍耐 别以为这个明月 看似对我们没有威胁 就跟她沉不住气 正风吃醋 是 这么刻意地借见皇上 一切都有可能 高贵妃到 不忍耐 去 什么 不忍耐 老子 不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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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 是 我 你 你 不知道 你 你 那 有 一直感念妹妹 能舍身保皇上您周全 担忧妹妹身受重伤 未曾痊愈 皇上定会日日挂兴 所以 就命人寻了这补血养生的良方 便熬了 特意送来给妹妹 贵妃有心了 妹妹 今日觉得怎么样 哪里还疼吗 吃的用的可还习惯 仙人们伺候都不好 你尽管来告诉我 我扒了他们的皮 好了 明月她需要休息 那 臣妾先告退了 但妹妹痊愈了 臣妾先告退了 臣妾再好好来探望 最近天气有变 贵妃 你也注意身体 是 多谢皇上 臣妾告退了 明月 以后除了朕还有太医 安排给你吃的食物以外 别人送来的东西千万别入口 知道吗 好 想来 贵妃娘娘那样真挚的模样 不会害明月 总之以后你跟她 为善便是 嗯 嗯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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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hi 来 让人 让人 看着点 我肯定不见 我 来 市井混混 是 这个孙儿行 Zero十分可疑 他曾不止一次前去明月房 打探明月姑娘的消息 而且这些动作 都是在父皇 截视明月姑娘之后 这混混 他居然知道朕的行踪 虽然是个棋子 可是他后面肯定有下棋的人 这个孙二 查到他跟谁有关系了吗 父皇 确实查到一些线索 只是 还不敢妄下定论 不妨 直说 这个孙二 是高相府中一个管家的远房侄子 高相 父皇 我思前想后 怎么也想不明白 这高相为何要去查明月姑娘 就算是为了高贵妃 也不必如此 也许 此事未必与高相有什么关系 只是巧合罢了 先把孙二找到 问个清楚再说吧 是 太子妃有消息了吗 没有 虽然现在不知道 刺客跟孙二有什么关系 但是朕可以肯定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刺客 他有胆量来刺杀朕 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 又岂会被太子妃三言两语 受到影响 朕认为当中 肯定有蹊跃 或者是太子妃跟刺客 有什么瓜葛 父皇 太子妃心思单纯 又怎么会跟刺客 有什么瓜葛 这件事朕还是想不通 总之 全程搜捕 一定要火灼 是 朕尔 朕尔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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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枫 你是在叫我吗 你是谁啊 我是顾小五啊 顾小五 我好像听过你的名字 我们认识吗 认识啊 我是你的顾小五 我的顾小五 顾小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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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小五小心 顾小五 顾小五 顾小五